我们的上帝就是爱的所在 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众物主的关怀和支持分离 虽然我们并没有强迫要以爱来回报它 但是当我们在服侍、顺服和敬拜时候的态度会被上帝留意到 例如在启示录中 上帝没有集备以诛所教会的任何错误行为 他甚至提到他们的良好行为 然而有一件是他们缺失的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没有了爱 顺服在上帝眼中就没有价值 相比之下耶稣说 当顺从是基于爱而流出的时候 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这个故事是这么说的 这个人是家庭的伟大供应者 他每个月出粮的日子都会购买他妻儿的所需一切 这个家庭除了一个快乐的父亲之外 是什么都没有缺少 有一次他的儿子问他 爸爸为什么要为我们做这些事呢 他的答案说 因为我和你的母亲是合法的夫妻 而你们是我的受苦养人 我有责任供养你们 这个并不是这个男孩期待的答案 那后来他渐渐就明白 为什么他每次使用爸爸提供的东西 的时候爸爸都这么不开心 因为这个只是義母和责任 当中没有爱 我们为什么要向上帝奉献呢 有很多的因素 可能导致我们参与十一奉献 和牵上奉献承诺 即是定期和有系统奉献 尽管是这样 使徒保罗说到一种上帝喜悦的态度 就是各人要尽本心所策定的 不要作难 不要勉强 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 但是怎么才能成为乐意奉献的人呢 只有通过圣灵罪在我们里面 我们才能够做到正确的事情并享受着 那些没有找到这种快乐的人 是有特权要求得到这种快乐的 而这种快乐将被赐予他们 我们的上帝在寻找乐意奉献的人 当我们被上帝对我们的爱所激励时 我们会成长为乐意奉献的人 这个星期当我们用十一和承诺奉献来到敬拜的时候 愿祂作为我们对上帝丰足的爱的回应 将我们的欲望放在最后 将上帝放在第一位